这位就是无间傀儡,袁哥 哦不,这才是完整的袁哥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 傀儡和肉身本是一体 他们组合在一起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袁哥 由于少年时期经历了异常惨痛的事件 导致袁哥再也无法开口说话 在他被当成孤儿送到记下学习的时候 他遇到了他的师兄 师兄缅令那遭遇过度恐惧失去声音的少年 以机关制作傀儡 代替喉咙和舌头 与世界恢复交流 少年沉默而阴暗的世界忽然明亮生动起来 而这一次 他也追随着他师兄的脚步来到了王者峡谷 袁哥的被动技能叫做秘术操控 这是把傀儡和本体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所在 较为复杂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傀儡将继承袁哥 全部的装备效果以及buff效果 但是复活甲和部分特殊buff除外 而傀儡获得的金币经验与部分buff效果都会共享给袁哥 傀儡的普通攻击将会附带额外的物理伤害 随一技能等级成长 第二个部分是傀儡被杀死的话会暴露袁哥本体的视野 并且袁哥会被眩晕 同时还会禁止袁哥使用傀儡持续一段时间 第三个部分是每当傀儡回归本体 本体都会清除控制效果并且获得加速和护盾效果 由于袁哥的本体与傀儡都有着相对独立的一套技能 所以接下来我将会将它分为两个部分来介绍 首先要介绍的是袁哥本体的技能 袁哥的本体一技能叫做秘术影 袁哥将傀儡向指定方向制出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击飞效果 并开始操纵傀儡 傀儡会模仿成一个敌方英雄的样子 直到主动攻击或者受到攻击 傀儡如果位于袁哥900码范围内的话 袁哥就会自动进行攻击 而如果傀儡超过了袁哥2500码的范围 那么5秒后傀儡将会自动销毁 傀儡一旦死亡或销毁 控制权将立即转回袁哥本体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 傀儡能够模仿出敌方单位的buff效果 可以通过这一点去推测敌方的buff刷新时间 袁哥的本体二技能叫做秘术指除链 袁哥在短暂延迟后向指定方向制出4枚暗器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暗器可以连续命中多枚 但伤害将折减70% 袁哥本体的三技能叫做秘术十字闪 袁哥甩出丝线向后拉扯 每根丝线对命中的目标造成物理伤害 被两条丝线命中的单位 将会受到额外已损失生命的物理伤害 并且被减速 袁哥释放此技能时 会朝后位移一小段距离 可以通过此技能来穿过一些较薄的障碍物 袁哥本体的四技能叫做秘术散 袁哥立即消失并清除控制效果 在短暂延迟之后出现在范围的另一个位置 释放此技能的过程中是免疫伤害的 可以利用这一招来躲避敌方的技能 以上就是袁哥本体的所有技能了 接下来我将介绍的是袁哥傀儡的技能 袁哥傀儡的一技能叫做秘术龟 袁哥立即收回傀儡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击飞效果 傀儡的二技能叫做秘术T 使用技能时 傀儡将和本体的位置兑换 如果傀儡和本体距离大于900 那么傀儡将只会移动距离本体900码范围的位置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如果在束缚状态下 那么该技能将会将本体拉至傀儡身边 并将控制权转交给本体 傀儡的三技能叫做秘术 傅 释放第一段时 傀儡会对附近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 三秒内能够再次开启技能的第二段 傀儡进入束缚状态 在短暂延迟后 持续眩晕范围内的敌方单位 就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群控技能 控制时间很长 一旦控制对手 那他就只能任人鱼肉 傀儡的大招叫做秘术 突 傀儡向指定的方向冲锋 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 如果是在束缚状态下 那么该技能会立即将控制权转向本体 以上就是圆哥以及傀儡的所有技能了 加上被动的话 足足有9个技能 可以说是目前王者峡谷当中技能最多的英雄了 随之而来的 也就是操作难度会比以往的英雄都要高 但是我们只要搞清楚每个技能的定位和作用 并且将各个技能衔接起来 那么也就能够驾驭这个英雄了 首先我们可以将圆哥本体的作用和傀儡的作用进行区分 圆哥的本体承担了他绝大部分的输出 而傀儡则是负责接近目标以及控制 在清除以上原理之后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圆哥的技能连招 通常是圆哥站在安全位置使用傀儡 傀儡模仿成敌方英雄之后 靠近敌方关键人物 然后使用三技能眩晕敌人 随后立即使用二技能切换主动权到圆哥本体 再使用本体状态下的二三技能进行输出 最后使用本体状态下的四技能追击或者撤离战场 连招较为繁琐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傀儡控制敌人之后 快速的使用本体输出了 我来教大家一个口诀方便记忆连招 那就是束缚之后二二三四 束缚之后二二三四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记住这个口诀 也就是记住圆哥最难操作的一套连招了 关于圆哥释放傀儡之后 脚下三个圈的问题 第一个圈是圆哥本体状态下的普攻范围 第二个圈是900码范围的圈 这个圈和圆哥的被动技能 以及傀儡状态下的二技能息息相关 第三个圈是2500码的范围的圈 也就是圆哥傀儡的最大活动范围圈 如果傀儡离开这个圈超过5秒 那么傀儡就会被销毁 最后就是如果敌方有圆哥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辨别真假 识破傀儡的伪装 从而去克制圆哥呢 首先是傀儡的等级 是随着圆哥本体的等级一起成长的 并不能模仿对手的等级 第二点 就是小地图上友军的头像 都是会有显示的 如果忽然多出一个 那么多出现的这一个 就肯定是假的 第三点 就是傀儡受到伤害时会立即现出圆形 所以远程英雄可以不停的普攻 如果是傀儡的话 就会自动锁定攻击他 第四点 就是傀儡不会模仿红莲铠甲等特殊装备的表现 第五点 就是傀儡模仿多形态英雄时 只能模仿初始形态 圆哥是以鬼秘著称 爆发极高 并且十分灵活 但是圆哥的本体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在敌方有圆哥的时候 可以选出高爆发并且自身灵活的英雄 例如蓝猎王 阿柯 韩信等英雄时 往往可以在傀儡周围找出圆哥的本体将其击杀 而如果自己选择的英雄输出很高 但不太灵活 那么可以直接将傀儡击杀 从而使圆哥本体无法进行连招 如果自己不幸被圆哥的傀儡所控制 那么可以立即呼叫队友 集火进场的圆哥本体 感谢收看王者荣耀英雄介绍 我是林渡 我们下期再见